你好 我是曾知乔 可能你早就認識我了 但是我希望有不少人是因為拿起這本書 讓我們解下了緣分 真的很高興能認識你 而那些早就認識我的 我當然依舊充滿感謝 一開口就哽咽 今天是曾知乔的感性時間 後知後覺的我 也有很多的感觸和體悟 是在回到台灣之後 回想起當時一個人走在寒冷的丹麥街頭 回想起中中只有我一個人知道的細節 細細咀嚼之後 我才發現的 那你不是遲到嗎 不是 我沒有要說你的意思 我剛才想說 那可能你們剛 你剛沒有看到我那麼感性 也許我你有看到 OK 感性時間留在營園會上吧 跟喬喬抬槓就是好笑 不過現在的開朗 其實在19歲時 就走過情緒低落起 還會從知識家分享故事 還是為了賺那個20點 對 有點數 對 這樣子有點數 沒有 我沒有在賺那個點 那個點幹嘛 有可能是我自己也在搜尋 類似的問題的時候 然後看到有人在問 對 對 應該 我應該不至於有熱血到說 還去上網找誰在失眠嗎 應該 你失眠的工作就是上網找誰在失眠 對 我是有在兼職嗎 那你有問了嗎 誰啊 他會挑選 他會挑選 放到年紀了 我忘記了 我不太 對 有些小朋友都不知道知識家 對 好 什麼是 什麼是迪卡 就有什麼問題 都要從那邊得到答案 是不是 喔 那就是迪卡喔 好 自己講都辛苦 聊什麼都歪囉 更好笑的還沒結束 但是我還不出來拍 嗯嗯 轉周 有沒有想到什麼時候 硬上 他們去一個點的時候 剛好有一個 可能是新人歌手吧 黑人 然後他們就是 五六個人在拍MV 然後那時候 秋生衣就是穿了一整身的那個LV 就蠻帥這樣 然後那些黑人就邀請他一起拍MV 因為他們是那種嘻哈歌手 然後我就秋生衣就很好笑 因為他們有在耍帥嗎 然後他就是跟著他們在那邊嘻哈 我就覺得超鬧 然後後來我就聽到那個 黑人導演忍不住 就一直說 然後麻煩你就是帥帥的就好 就是他講英文啦 就是你不要動 你不要動 後來就是他們就加了那個 那個王子的IG 然後他們就一看就 哇你有幾十萬人 然後我就心想說 還有一百萬人 對不起 你 你 didn't invite me 所以 我這就好 你沒有動 我這就好 我這就好 你不想想說 你對我 你不是這支 用我這支 你不是這支 你不是這支